好,回到星期五的光明頂 其實最近在中國裏面 一些日本的學生都遇上幾多 不太開心的事件 我們早幾個月已經公佈過一宗 就是一些日本的遊客 或者外國遊客 去到中國的時候遇襲 日前更加知道有一宗 在深圳裏面入童遇襲的案件 講到 這位日本的學童 其實在深圳裏面 遭到襲擊然後刺傷 然後死亡 所以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尤其是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受害者 其實是一個日中混血兒 因為是去深圳日本人學校 就讀的小學生 去到這個街上的時候 遭到屠人用刀刺傷 受害者只有十歲 最後就傷重不治 再看看近來 我們也有很多這些事件發生 暫時我們還未知道 這個原因是什麼 也不知道究竟有什麼案件 但我們也相信 十歲的學童 應該跟人沒有什麼結仇 中國的說法就是 這是一個個別的事件 表示遺憾 陶先生 現在我們也看到很多 仇愛的問題 被譽為一些仇愛的案件 都在中國裏面 都有發生的 這件事當然很嚴重 也不奇怪 以中國長期煽動民族仇恨 尤其是以日本為仇恨的目標 那些人當然 尤其是外國那些 當然是紛紛有反應 所以這次我想 也不是第一單 因為上次蘇州 今年六月 將一個保母車的 一個跟車的一個中國阿嬸 因為他行慘 挺身而出 想保護那些日本學童 慘遭另一個中國的恐怖分子 就用刀來刺死 這次又來 正義的日本在香港的總領事呼籲 香港的日本人也要小心 因為香港現在已經融入大灣區 我們看到這些針對外國人的恐怖襲擊 是一單被一單向南推進的 最早就是吉林 美國南教師 晚上出來限框就雨襲 接著是蘇州 現在深圳下一次向南推移 就應該輪到香港了 香港的日本人一定會採取措施 如果真的有很多藝的理由要留下 香港的日本人學校附近一帶 一定要有嚴密的防守 最好有些疾架兵拿著槍在那裡守著 不過你守得住在學校 因為日本學校附近一帶 日本學校附近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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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學校和他們家長 天天不用去外界? 如果不行的話就少去街 又不是一定說要人撤退的 保安嚴密一點都行 香港有兩萬多三萬日本僑民 危邦則不入亂邦不居 君子則不立危場之下 何況那些中國人竟然這麼討厭日本人 討厭到那種歇斯砥利的狀態 那當然要走了 但不走的話 在香港行藏也要很小心 因為周圍你都聽到講國語的人 普通話的越來越多 所以現在都陷入一個挺緊張的狀態 一個挺不安的狀態 現在我們見到接連在中國有很多日本人遇襲 導致日僑其實在中國都非常不安 校方剛剛出了一個公佈 叫大家要注意自己安全 還有如果在街上的時候 盡量不要大聲說日文 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這是深圳的做法 剛才陶先生說的那個 就是在中國境內的一些領館發佈 有一個日文的一個講法 那個很有趣 那個是沒有翻譯到中文的 那個在日本的日文 那個領事館說什麼呢 雖然香港和澳門本身情況 和中國各地情況不一定相同 但考慮到深圳地理位置接近和近來的緊密化 以防萬一希望出去的時候 都沒有必注意有可疑人士接近周圍的情況 其實大家不單要關心深圳的情況 過了深圳河的 因為現在越來越兩地的交流都很頻繁 所以香港和澳門那邊都要自己留意一下安全情況 因為大灣區 香港現在是大灣區的一部分 你叫香港是不是應該獨善其身 當然不是 尤其香港都出現過鑽石山荷里活廣場 一個恐怖分子拿刀 殺死兩名港女的事件 是不是 有此前科 其實對於日本人來說 香港都是一個 都算危險的地方 我會說 但是鑽石山那件事件 就像是一個精神病 可能是一個突發性的事件 其實這次我們都未知發生什麼事 因為現在剛剛知道 就是被涉嫌這個行空者被人制服了 就是負責在日本人學校附近保安工作的深圳人員 有說其實他是深圳的警方人員 哦 這樣就更奇怪了 更奇怪了 那這個是不是真的是神經呢 還是後面有人指示呢 是不是 那這個就另一個層次 相信日本政府心中有數 是不是 那我覺得又未必有人指示 不過問題就是 有這個可能 有這個可能 有沒有這個可能 當然有 是 但是受日情緒都非常之嚴重 其實可能你不用真是指示的 你想想在日本 在中國裏面 它的異戰教育 不是在教任何的 說我們為什麼會有二次世界大戰發生 是先開始日本侵華 其實你看到整個日本的歷史論述 其實在新加坡很多學者研究 以及在歐美很多學者研究都講過 中國裏面的歷史教育其中一個多大的問題 就是對於外國和日本底下的仇恨心理 但是這幾年就想著都無所謂了 教了那麼多年了 那就繼續是這樣做了 誰知道 所以開始越來越多問題了 包括有些抗日神劇 明年日本的領事館都投訴 就說 見不到在世界這麼多國家 哪怕被日本侵略過的國家 是經常有這個所謂的抗日神劇 就說這個抗日神劇 招致到可能是一些很仇恨的心態 但是你在中國也看到 有些所謂抗日神劇繼續熱播 抗日神劇 你說招致仇恨 這是日本的說法而已 中國人或者以香港特區的教育局 眼中這些是外國教育的教材 你覺得長春湖不是反美的神器嗎 所以這些是很難說的 對不對 不過對於日本人來說 君子則不立危場之下 因為香港融入了大灣區 你知道嗎 你說如果以前是殖民地時代 當然就很有信心 是吧 兩地真的融合了 以前你發覺兩地文化差異這麼大 反日遊行 我記得在2010年的時候 到深圳就差不多停了 去到香港其實很少人參加 現在都開始經常有親中那些 走去美國領事館門口 勸話 是吧 都慢慢來了 是吧 總之這個趨勢是這樣 是吧 不要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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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斬腳趾避沙蟲 尤其是小孩子 日本的小孩子 直接高危 好了 廣告回來再說 廣告回來繼續光明頂 繼續說深圳日童遇襲受害的事件 其實看到這一宗都很令人喊人的案件 首先其實受害者是相當相當之小 其實你只有10歲 你很難會有一個 為什麼可以做出一個行兇的行為 二來你會看到的就是 其實大家都不會覺得有任何的 一些他得罪人的情況 十歲的小朋友 你可以得罪到多嚴重 但是出來的結果 現在大家都很擔心 很多在日本的領事館裡面 已經發出了很多安全的指引 下半期致哀 日本的外交部 都跟中國的官員開始會面談一下 其實近來 多了很多仇日的情緒 在中國境內發生 其實不止日本的 因為之前我們看到 早前看到蘇州一宗 也有類似的針對日本人的刺案 再之前看到一宗針對著美國人的 我記得有幾個美國學生 也是在出街的時候受到行刺 受到一些 其他中國裡面的市民 其實可不可以看回 其實中國現時的 仇愛情緒都頗嚴重 尤其是在境內的情況 但其實過往10年 我們沒有見過這件事 中國跟世界接觸都不是第一次 深圳日本學校開了很多年 哪有想過會襲擊日本人 每個人去深圳都是打工賺錢的 讀沙 中國發生的事很多不是你想 想得到的 你想不到的 是不是 那種無端端 那種無端端 就是駕著車在街上亂撞 就撞死幾個 這些都經常發生的 行為 是沒有辦法用外面的常識標準去測量的 民族主義的仇恨本身也是精神病的 你怎麼駕定精神病 是不是 一個半個拿著青山醫院的白卡 還是整個社會 都是那種白卡化呢 所以這個是很難去駕定 我認為是 是不是 一講到精神病 就是神經病 就沒有道理好講的 既然你選擇精神病 還要覺得引以為榮 那這些是你的事 是不是 我就不會去判斷它對還是對 因為中國人永遠是對的 沒有錯 絕對沒有錯 怎麼會錯呢 全部都對 既然是這樣 那即是日本人留在香港 留在中國是錯 這很簡單的邏輯 尤其是帶著小孩子 那當然要帶著小孩子走 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最穩當的 將風險降低到來的一個做法 是不是 賺錢就賺錢 不要帶著小孩子去 猛武三千 記住這個故事是很有智慧的 當一個環境變了之後 猛子媽媽馬上覺得不妥 多大都要走了 說知道你的學校那些師子多好 讀那些課程多好 那家學校可以拿直升牛津劍橋 都不行 因為你的社會環境壞了 是不是 或者有些變化 是不是 這樣 這些是仇恨教育 那你又說是愛國教育 那香港都在推行 是不是 一步一步 又說要全香港的中學去看一部極端仇恨美國的 所謂的韓戰電影 說而已 雖然沒做到也做不到 不過 這個 教育局局長都是有這樣的意圖 是不是 所以整個香港就是這樣 這樣 還留下 那我覺得也不太明智了 這些 是不是 對 對 你說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令人反思的問題 因為你想想 蘇州有一宗刺殺 其實都是一個星期之內 另外就是深圳有一宗 但之前過往幾個月都頻繁發生 按道理 深圳那個 蘇州和其他地方那些 是不會有互相溝通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 這個所有事情都是個別事件來的 但是你看看背後的文化蜜落 是的確出現了一些問題 譬如香港也近來開始有一些這樣的情況 香港網上一間小學 其實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就播過 希望在德育課的時候 播這個南京大屠殺的短片 嚇倒了家長 那真的 其實那段短片也挺血腥的 2021年 當時是 當時在做一個德育教育 但是你想想 去到這個時候 以前教義戰都不是這樣教 你最多就是關注軍國主義 你不會關注今天的日本人 等於你關注德國的時候 你最多就是關注納粹 你不會現在去到德國 都在罵今天 剛剛出生的日本年輕人 或者德國人 這個是 在整個愛國教育底下 中國的教育方法 是有個奇怪的民族情緒在 所以我不是說已經殺到來香港 這就是一個例子 那間學校的校長 只要播這些片段給學生看 已經是充滿仇恨 那間什麼學校 很久年前的了 二一年就幫過他 你查這麼威脅 還要是 你查這麼威脅 總之是愛國學校來的 都要把名字搜尋一下 等到全香港贏的學生 分享一下光明 對不對 所以一路一殺到來 所以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 這樣講是很有道理的 對不對 你現在是大灣區 你是大灣區的一部分 是中國緊密的一部分 對不對 所以這些刺殺案 這些恐怖襲擊 是叫做華華華 殺到來 你們自己那些什麼愛不愛國 民族仇恨的記憶 這些是你的事 我們就不評論了 知道嗎 是吧 你喜歡日日夜夜 冷靈藍和南京大屠殺 很多香港人日日夜夜都掛著 日本那些壽司刺身 尤其是福島、攻城 那一帶是特別好吃的 日講夜講都打算摘房冰雕節 和北海道那些洗澡 封業等等 你有你念藍和你說 我有我念念不忘 另外一些美好的東西 你那些東西關我鬼事嗎 只能是這樣 知道嗎 當它不存在就行了 這個人就是正常 當它不存在一件事 但這個其實也是牽涉到另一個問題 以前我記得日本二戰教育在香港 都試過推類似的東西 一向都有很多中方教育團體在這裡 講一下二戰問題 東江中隊 日南京大屠殺 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等等 去到我們香港的教師那裡 當年都是分得很開的 就是說我們說 日本當時做了一件這樣的事是不對的 所以軍國主義是不對的 但是那個人都已經定罪了 他的兒子就沒有什麼關係 你不能夠就怪罪他的兒子 這些情況這些論調 在以前我們的教育界一直都擋得到的 哪怕你去教到意志世界大戰的時候 教到納粹德軍 你都不會說 我們非常同情這個猶太人 所以我們天天就要罷買德國貨 你都不會看到在香港發生的 為什麼我們這陣子 我們會開始擔心學校不同了呢 是嗎 為什麼 那你要問問蔡若蓮 我怎麼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我也免得評論 關我什麼事 關不關你事 我認識那些入香港的負責 做醫科的通識科老師都走了 你有子女嗎 你有子女嗎 你沒有子女 沒有子女不關你事 你理他也傻了 就有他 那些什麼事 對於他們來說 我只是擔心日本人 在香港 還有在整個大灣區的安全 是不是 其他那些 不是我的關注的範圍之內 是不是 我們說來講去都是日本文化 裡面多精緻 日本旅遊多好 日本旅遊多好 好 新聞回來再說 商業電台節目精華 每天放鬆 立即like、share、comment 記住還要在YouTube按下鐘仔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那